本届金熊猫奖是首届 但这架势不凡 一出来感觉就是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的架势 104个国家送片子 7000多部 这影响多大呀 第二就是片子本身 片子本身的品质很高 品质很高 好些片子我都看两遍 第三个题材广泛 题材你比如说像历史题材的奥斯维辛都还有 然后比如说在罗维举办的14岁以下的少年足球赛 这种现实题材 还有伊朗人怎么样保护环保 这也是现实题材 那么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全有 而且中国的题材也多 比如说表现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这些内容也很多 但总的来说国际的更多 总共的片源里边70%是国外的 您曾在多年前就论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发表过您的见解和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观点 那时至今日您见证了中国纪录片在国际舞台上怎样的变迁呢 就是中国纪录片怎么样走向世界 这我是看着走过来的 纪录片它本身它的应该说是在国际传播当中它处于旗舰的位置 各种艺术形式比如说图书 出版 绘画 音乐等等也都在国际交流 都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走的最远的是纪录片 它能够直接走入别的国家的主流媒体进入千家万户 所以它是旗舰 所以我从电影节我就看得出来 就是那个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咱们CGTN的这五个鱼种 我觉得也对国际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您看来 讲述中国故事的纪录片走向国际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主要的挑战是 我们现在还不够成熟 我们现在的纪录片走向世界 所谓国际传播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在泛泛的传播 很多人以为咱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把片子做出来 上一个外文字幕 这就叫国际传播了 这个地球是由不同的文化圈所构成的 那么我们的国际传播就应该有精准的传播